星期二,五隻正在接受協助犬訓練的狗仔 在蒂德律Metropolitan機場進行了一場新期的訓練 訓練員帶著狗仔們一起登上了飛機 令牠們提前熟悉未來可能會遇到的各種環境 這次訓練由位於密歇根州的非營利組織Pulse with a Course主導 該組織負責為殘製人士提供協助犬的訂製訓練 訓練員將在狗仔出生後的第一年 對其進行養育和社交化訓練 訓練員還會帶著狗仔去疾貨店、圖書館、餐館和診所 這五隻狗仔沿著登機走廊走上飛機 並在訓練員的腳邊安靜地趴下 訓練員用食物掌勵狗仔們保持靜止 該組織負責人表示 進行這種類型的訓練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為了令狗仔在各種不同的社交情境中 都能夠保持鎮定和自信 天安惠事記者編輯報導 都 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